事实上台湾机车组很多 那么拉车取车的移车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 其实骑士们应该都知道 侧驻回旋法的移车方法 不过专业技师说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快速移车 但能不用就不用 以免侧驻断裂 但究竟什么是侧驻回旋法呢 接下来无二特工队由张俊栋告诉您 骑士紧握把手和车身 一个用力后 机车车身突然悬空 紧接着一个360度旋转 车体回转的流畅度 可不输给体操选手 最后完美落地 不过这个移车的撇步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首先我们要先握住手把 确定一下侧脚架 我们握住车的中心点 把车子身体地方拉 确认车里的重心 在紧抓住车上各个部位的把手之后 其实要将车体回旋 这个方法一点都不难 这个的确是很快速 但是它侧驻的支点比较 比较集中 很有可能 侧驻有可能会断掉 当车体后方的台阶 变成了斜坡 你以为不下车 这样直接倒车移车 是安全的吗 最常见的移车懒人方法 就是一屁股坐在坐垫上 骑士不下车 一双脚两只腿 蹬 蹬 蹬 要把车体蹬到上坡处 地面是干的 鞋子都会滑了 更何况是雨天 这样移车不但危险 更浪费力气 下车 手扶着后扶走 眼睛看着后面 然后用力往上推 移车还有另外一种困扰 就是车辆在并排的过程当中 被卡在其中了 不知道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 把车取出来呢 只能硬拔拖出来 两侧的车子先 扳开一点点嘛 那会有让脚 可以伸进去的一些空间 像并排停车的话呢 也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小心排气管的温度 把握拉车或移车的原则 就是让车体轻靠在身体上 记得让重心压低 再压低就能轻松拉车 可逼天真的以为 单靠两只手就能拉车移动 万一没拉好车倒了 糗了 受伤的还是自己 中文西部 陈思远 张军总 台中采访报道